上一期我说中国男性不尊重中老年女性 尤其是在两性关系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男的他永远喜欢十八九岁的白右手 女的他也是在为这个目标而去奋斗 然后这些呈现的这些所谓医美这些整形半永久 都是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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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有一些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其实不是很自信的 可能会真的是会在去容貌上去讨好男人 他说他喜欢温柔的我可能就会表现温柔的 他喜欢有个性的我可能就会刻意的去扮演一下 就不管自己本身是个什么样子的 但是到了现在的话我反而没这些 我本来是什么 我就是我 我本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比我小一点点 三十多岁的女性主要四字 她们就反而非常的比我现在 比我这个四十多的还容易冒焦虑 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身边的这些女性啊 当然三十多岁诞生的 她们就陷入这个怪圈 所以说就有很多去整啊 去嗯 啊就是打玻尿酸的啊 我就看真的就是 所有的这些只要我也整过的 这我都不是很好 比如说打玻尿酸的嘛 她的脸就会肿胀啊 嗯个胖脸变成 就是不相生那种不自然那种 还有吧就是脸上有痘的啊 她就去好像 她说是去洗了脸 就像换了一张皮整个脸就是 好像显得又白又嫩 嗯我就觉得你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女性 然后呢你出现了一张白白嫩嫩十八九岁的脸上 而且她的脸是很不自然的 我不知道打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啊 她会透着红的 就是给你的就是脖子啊 给你其他地方她都是 虽然是痘痘的确也是没有啊 但是她就是不那么相生 你看我们这个 你还是能知道 这是一体的这个脸 然后脖子是一体的 她反正你整 未整过的 过一过的就是 不自然那种感觉啊 看起来 没有说哪个 上面有些明星整的很完美的那种 那可能可能需要很大的资金 很多资金去维护吧 其实我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去 我脸上我做过的是什么 眉毛 眉毛 因为我眉毛比较淡说老实话 天性气血不足吗 做过眉毛 甚至我也想通了 我现在我就是做过后 在掉的时候有点点红的那种 是没容易的老实 哎呀你那个要去洗眉呀 花两件块钱去洗眉 不然之后对你的风水啊 什么什么的你的命运啊什么样 我现在不在乎这些 总之你要是到那些地方的话 她总会说你脸上肯定有不好的一些东西 需要你去矫正啊 然后就是你长期跟这些人打交道 我一直长期看这些 你也会出现容貌焦虑的 对不对啊 我看他个个都挺美的 嗯现在 你说就是有的人他就挺美的 他还是要整个美颜 我说有必要吗 还有就是嗯 其实我也有去试个 我应该是个比较粗糙的人嘛 我有去试个做睫毛 因为这个东西不大了 对不对 他一两个月就 最多三个月就没了 但是我真的很比较粗糙 我的眼可能有的眼睛比较小吧 反正呢做了就是嗯 做的时候呢 别人就是睡一觉就好了 我啊就是在那眼泪咔咔咔的流啊 比较敏感的那种 还有就是第二天睡一觉起来的时候 嗯就有几根睫毛倒在里面 好惨兮兮的 啊就是我老想着脸 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啊 我就会去揉揉揉 平常我都爱揉眼睛的人 所以说那就根本不适合了 就是我不适合 嗯 就是太敏感了 我脸稍微一个 什么东西啊 一个灰尘啊 什么 嗯 就是当然了我就会觉得痒啊 就是那种皮肤很容易 就是很敏感的那种吧 所以说就是嗯 不适合 然后现在就是完全就彻底就放弃了 大不了眉毛也自己画了 然后就是嗯 就是画一点点口红 基础的一些保养 就显得自己有精神一点 你只能做这样子 就是要我去 就是要我去 我觉得嗯 女为月季这种 可以适当休息一下 这也挺好的 嗯 但是你要我去把自己 嗯 扮得就是非常年轻啊 扮嫩啊 这种的话 我做不到 我觉得那不是自己 我自己都会嫌弃自己的 嗯 谁舍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呢 我觉得我身边的女性她们 好像嗯 不是这样的 真的 我现在唯一羡慕一些 国外的西方的女性的吧 我就觉得她们很自信 她不管是长得这么多么丑 或者是 我看也不是丑吧 多么普通 多么一般 人家就是会对 就怼着镜头 怼着镜头 你看那些 包括就是YouTube上那些 做视频的一些中年女性啊 她就会 就是一张很很 那个 甚至连口红都 都不不差 二个 唇膏都不差 就是一张素颜的脸 就怼着镜头了 然后你还很自信的 嗯 不管自己是胖 还是瘦 还是老 她都不在乎 她不在乎 她不在乎 看我们中国女性 谁哪个上镜她 她不是 好歹也得像我 稍微修持一下吧 我这就算是比较粗糙的 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做了美严啊 做了各种处理啊 什么后期啊 什么 对不对 就是不自信啊 咱们中国女性就是很大的一种不自信 对 很大的不自信 对 内涵上 说句老实话 真的可能是 读书比较晚吧 哎就是说不是说 这不是具体的个人啊 就是说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啊 就是女性才读书啊 才受教育啊 才就是普及啊 才啊这样 嗯 所以说 就是还大概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处在 比起发达国家的一些女性嘛 所以说可能还处在一个 嗯 初级阶段吧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呢 我真的希望 我们女生 你的 嗯 嗯 不要停留在一些形式上啊 从游泪到外的这种自信 这种 我挺喜欢 就像我跟别人讨论 就是这个 那个 亚马逊老板的女朋友 对吧 我就觉得 自信 嗯 自信 自信就是女人的美 应该是 不是一种形式的 她各个年龄阶段 有各个年龄阶段的美 嗯 年轻漂亮也是美 年轻 啊 身材好 天奥图有志 也是美 但是呢 整个的就是说 嗯 很 很就是那个协调啊 就是这样 哪怕就是丰满一点的 也是一种美啊 杨贵妃也是一种美啊 就是 呃 有的胖胖的成全可爱的 那种 也是很美的 对不对 风韵啊 有的 就是 不苟言笑啊 有的各种姿态 我觉得都是美 然后就是 我们女人志气 也是 不要陷入这种慈禁 然后呢 不要只追求一种形式 然后 就是 追求你志气 你本来是个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把你的优势发挥最大 两长必短 我觉得 这样子的话都挺美的 嗯 没必要就是去去为了男性啊 去打击同类啊 然后就是说 哦 尤其是在年轻姑娘期 打击这个就是说年长的这女性啊 什么样的啊 说到人家的年龄啊 什么 你也会老的 你也有那一天的 今天就留在这里吧 今天就留在这里吧